小桃子愉快吃笋笋时传来了奶爸的呼唤 由于没到下班时间桃帮十分淡定 势必要吃完这一麻袋笋 小桃子一边回头张望奶爸 另一头嘴上的动作没停过 奶爸的声音逐渐变弱 小桃子持续大快朵移 桃帮是有自己的吃饭原则的 笋笋得清空才回去 而且这才三点钟没到下班时间 一麻袋的笋笋吃完了后 小桃子仔细检查 奶爸又开始呼唤邻居帅熊芝麻 小桃子也专心听了起来 奶爸换目标呼唤后 小桃子也吃饱喝足了 当然是要去木架子上准备睡觉觉了 小桃子刀 小桃子太好了 τ Paris